请不吝点赞 实在是不好意思 程总啊 你打电话约了我好几次 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谈 可我一直工作上太忙了 实在抽不出时间 本来应该请你去公司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环境 有什么事情说吧 既然侯总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其实我只想知道 你反对沈侯 跟严友晨在一起的真实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你约我来谈 是谈我儿子情感的问题 那也好 我也就直接回答你 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门不当 忽不堆 你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充分 很充分 但充分到步步紧逼 不惜毁掉儿子的前途 也要拆散他们 这就不太正常了吧 你说什么呢 黄总啊 您不是无知妇孺啊 您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 如果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 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拆散他们 但是现在您的手段 太激烈 也太着急了 我说小陈总啊 你的这些话呀 倒真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手下的一个 普通员工的私事这么感兴趣呢 我明白了 你是在追求严小陈是吗 那我拆散他们两个 正好成全你呀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形势不太正常 当然也想帮助小陈 看看从别的什么方面 可以让你们同意 所以委托了我一个朋友 调查你们 什么 但没想到 查到了一些我不该知道的事 你过分了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沈猴跟严小陈 是同一届的高考生 对吧 对啊 他们是同龄人 是同一届高考生 而且还同上一个大学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仅仅只是如此吗 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 其实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 就是希望 你不要再阻止他们 让他们幸福地在一起 给他们祝福 我明白了 你今天是来当说客的是吧 而且代表严小陈一方 但是小陈总 有一点你必须明白 他们俩将来走不走到一块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跟你我 没有太大的关系 尤其跟你 何总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 我已经知道全部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年沈猴的高考成绩 根本不如严小陈 但他却能考到华大的国际贸易协 但他却能考到华大的国际贸易协 而严小陈最后却调了党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侯总 找人在中间动了手脚 那你不要再说了 那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说就可以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吗 我不说就可以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吗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严小陈是破格路去的 因为他的分数和志远没有任何问题 就算被顶了名额 查下去 学校也只会让他入学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 我告诉你吧 我当年托人 找了招生处的老师 希望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 不晓得怎么搞的 阴差阳错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陈调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结果没晓得 路上出了车祸 我就是想不明白 真是造务弄人哪 为什么偏偏到现在 让严小陈跟我儿子 走到了一块儿 沈侯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吗 不 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 我相信 袁小陈和他母亲 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沈家的 所以你明白吧 为什么到现在 我想尽办法就是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怕 日后万一他们生活在一起 早晚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怎么办 两个人非痛苦死不可 与袭那样的话 长途不如短痛 还不如让他们现在就分开 我已经无意当中 对他们家造成一次伤害 我不想让他们母女两个再受第二次折磨 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情愿做恶人 我情愿牺牲我儿子的幸福 我情愿让我儿子恨我 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你明白吗 您说的我都明白 但现在已经晚了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阻碍而分开 不光是您 任何人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结婚了 不 不可能 真是不可能 刚才我猜得没错 沈红是瞒着你 跟小陈秘密登记结婚的 总而言之 现在不管是我对小陈 还是您对沈红 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 也不要刻意阻碍 否则我能被你的行为 逼着去查明真相 他们也一定可以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秘密封存下去 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 就不会有事 他也如此吧 我已经都知道了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和你只想要告诉你 aan小陈 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姨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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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有人追车 你停一下吧 公司有规定的 中途不能停车的 对啊 师傅 你停一下吧 就停一下 师傅 停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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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帮个忙 你都没想的 师傅 你都也帮忙忙 停一下吧 那好吧 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 师傅 谢谢 好 有人的父亲 谢谢 阿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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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 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 可是我不晓得怎么搞的 阴差阳错出了岔子 怎么就让严小臣调党了呢 更离谱的是 他的爸爸不依不饶 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 晓晓 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 做你喜欢做的事 人死不能复生 既爱顺便吧 你们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这不是我爸 身份 你母亲已经确认过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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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我爸 我 我爸没死 姑娘 我爸 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 哭出来舒服一点 我为什么要哭呀 我哭 不就吹了 我爸死了吗 我爸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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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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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车吗 下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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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 对 就算你这个样子 躲在车里不说话 它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 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 好 既然你不想下去 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 看怎么样 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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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吃饭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我给老李打个电话 我求你了 别管我了 你走吧 不管怎么样 你能开口说话 我就放心多了 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 你要有什么想说的 想骂的 发泄出来 别憋在心里 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不想看到你难过 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 是他间接杀害了我们 他 他毁了我们一家 而我现在 我 这可是我在一起 我跟他结婚了 多可笑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 是侯月珍 也不是沈侯 你刚才也都听到了 沈侯他跟你一样 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否则的话 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 自责跟痛苦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 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 你怎么办 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面对沈侯 你可以先去我那里 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 再回去 我去 我去 还我 等会儿 你等会儿 打包这么多啊 你这典型薄工业羊毛知道吗 占便宜没够 我告诉你我可是给了钱了 而且哥们今天啊 特意做了两道我新学的菜 我呸 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 还自己做了两道菜 哪道菜是你买的 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 怎么着 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 你别碰我啊 你走开 你别管 走走走 我告诉你啊 面包会有的 爱情也会来的 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 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 那你拿赛车追他呀 我车开得太猛 坏了我 你等我修好了重振齐火 我就不信了 拿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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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是真正的大人 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 那你还加把劲啊 加什么劲 赶紧走吧别撇了 一会儿菜凉了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去吧 我就想胡云 在这个情况下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我先给你了 我先给你了 让你决定了 你可能就要打电话 你不能 perd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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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 吃吧 吃饱了才有立即想事情 你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 我再去煲一个汤 不用了 我吃 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事儿我不能让沈浩知了 他是无辜的 可是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婚姻 还有我们的家庭 我骗得了沈浩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也骗不了我妈 我应该怎么去撒这个谎 帮着他们家去隐瞒试试真相 应该怎么做 你怎么办 沈浩接还是不接啊 你接吧 你告诉他你没有和我在一起 喂 小晨 小晨 他没有和我在一起 好 再见 谢谢 你要一直让他这么担心下去吗 你如果一直不接他电话的话 他可能会疯的 就像上次一样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至少先度过今晚吧 你听我的 先把手机开机 给他回个电话 就说你再跟客户吃饭 吃完了就回家 我给他打过去 我给他打过去 喂 沈浩 好 晓晓 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在外滩跟客户吃饭 刚才手机没电了 我刚冲上 一会儿就回去了 好 我等你 拜拜 快吃吧 吃完了我送你下雨台车 你不吃我都不敢吃的 记住啊 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 千万别让他知道 回去以后跟沈浩什么都别说 千万别让他知道 你别误会 沈浩 沈浩 不是 沈浩 我告诉你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 跟他没关系 乖的 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这儿等你了 我多希望 刚才从那儿出来的人 根本就不是你 就算我跟小辰聊点私事 不想告诉你 这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 什么 沈浩 不能说点事 你自己看 这些照片 能说明什么 这是我妈之前发给我的 这些加在一块 能说明什么你告诉我 我以前告诉我自己 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 但是我今天 今天也不看到 承知 你知不知道 我跟严小辰已经结婚了 她是我老婆 我是她的丈夫 这几张照片我可以解释 解释 解释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做 不能被我发现 什么叫做回去之后不要告诉我 我知道小辰是你的老婆 但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必须要告诉你吧 人都需要隐私的 有些事情 知道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承知 你不要总是摆出一份 比我更加了解小小的呀 小辰 你这种样子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沈浩 沈浩 小辰 我求你 你还手啊 你不要永远去还手啊 你干吗一天为什么 对不起 小辰我们回家吧 有什么事回家说好话 你有什么事回家说好话 我不回去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你家钥匙 我求你不回去 我现在还给你 你那个家 我不会再坏了 我给你帮我 我去的家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喝得太快了 这两天睡眠不好 你少喝点 你看你 一会儿说茶养生 一会儿也不让我喝 我这心里都乱得好 你说那个严小辰 会不会把实际的真相 都告诉沈侯呢 说句心里话吧 我真的不是对她有惩戒 在公司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的 可是当我看到她的简历 越看我越害怕 我越来越觉得 她就是身后定替名额的 那个女孩 我心里难过 可是没有办法 我就怕万一 他们两个走到一起 将来有一天 发现了这一心 那两个人更痛苦啊 对吧 沈侯 我心里难过 儿子 你跟那个严小辰 妈 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这 这是 严小辰 没有告诉她事实 你怎么知道 你看她对咱们那个态度啊 她一点都不记恨我们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身后呢 严小辰可能跟我们的心情一样 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 想保护她吧 你说说 她 她要真是能把这个秘密 严守一辈子就好了 永远不要告诉咱们儿子 那样 我们就没有反对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理由了 是吧 毕竟 是咱们害了严小辰他们家嘛 对吧 我还想喝茶 听话 和女朋友吵架了 和女朋友吵架了 如果是因为你妈妈跟你发的那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其实 我们误会小辰 那些照片拍摄的时候 角度是有一点问题的 我和你妈妈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这不重要 是 这不重要 所以我和你妈妈觉得 这个女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 如果呀 她能够 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 包括以前 我跟你爸爸 不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啊 我们会 会对她 像自己的 未来的儿媳妇一样 好啊 对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 你结婚了 我趁你们不注意 多多拿走户口吧 和她结婚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我刚才发现 她在乘着人家 而且我来拉她 她 她竟然不跟我一块走 那你有问她为什么吗 没有 是这样啊 既然你们都结婚了 那 就是小两口的呀 小两口有什么事情 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是啊 妈妈 你们能不能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孩子 妈跟你说 我 我和你妈妈先出去啊 等她自己待会儿 不是 我 不是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